因为刚才也说了 第一场打完之后 第二场会稍微的娱乐一点 看上他们这个娱乐一点的英雄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娱乐一点 不会特别娱乐 应该不会特别娱乐 兄弟们都是抱着夺冠的心态来的 现在兵哥毕竟一比零领先了 对吧 可以选一个 可能大家比较期待的英雄 来了看看第二把 现在裁判在等待两边进入游戏 这个英雄感觉可以稍微给点提示 大家弹幕也可以交流一下 你们那边已经定了吗 不会吧 因为枪宝不是在赛前有透过底吗 就是第二把两边会选一个 比较兵哥比较招牌的英雄 看一下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OK 待会进组期待一下 好 那我们决赛的第二局游戏已经开始了 兵哥上来的话 还是保持着一个随缘班 上来随便班一班 反正两个人也都知道 这个班人是无法陷出对面的 你看吧 很娱乐嘛 但大头还是要班 大头班了 这个早上好 大头玩家除外 看看会不会是那个英雄 看看 OK 你们又选了吗 OK 我又要跑过来看一眼了 是吧 我来看一下 这个英雄应该是商量好的 你们认真的吗 肯定认真的呀 呃 今天就 要来了吗 要来了 今天绝对要来了 兵哥 但是枪宝你这什么意思 就是天赋还是有点 不太会点吗 这里这里这里 可以 哎 我也体验了一把 那个教练在后面告诉他 英雄在哪的那个 没事 体验 兵哥没找到第一时间 没事 我问你这个天赋还会点吗 天赋我在研究 等一下 在研究 现场研究 兵哥我来问你一下 这个 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有自信不 有自信 非常有自信 可以 就准备用这个英雄夺冠了 是吧 我们这个也很自信 今天打完之后 VGame就可以一键配置 阿兵Solo夺冠符文了 是吧 可以 来 看一下两边这个天赋啊 你们那边天赋点完没有啊 我们这个天赋现研究的 在我看来 打脆皮还可以应该 我说实话 我们这个天赋 兵哥是真的 有点 又是有点变态的那种 可以 记得一下 看一下 好吧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 决赛的第二局 兵哥直接来了一首爱离 好吧 这阿兵学坏了呀 比起这个电型 阿兵看到这个电型 就一句话 你已经炸了 呃 圣香哥现在还在研究出门装啊 稍等一下 阿兵直接一个细水长流好吧 这个爱离不停的消耗 可以 两边研究了一下 商量了一下 两边的出装应该都是一样的 给大家说一下 之前飞机为什么会被搬啊 第一是因为 大家觉得 就是两个飞机 可能会进入到一只发育 第二是 之前solo赛有过这种情况 就是把导弹包留到决赛圈用 就是把对方推出去 有点太赖皮了 觉得 但是当然 这把是经过双方的一个 这个商讨决定 直接用飞机一决高下 哎呦 偷点了一下 破了骇骨 但兵哥Q到了 还带了爱离 这下Q有点痛 这把 两个人应该不会特别早就拼到底吧 哎 已经拼起来了 躲了一个Q 哎 兵哥这个技能命中率 打不过呀 先和这里 直接被打成了残血 哎 兵哥这飞机打的确实有水平啊 而且一定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嗯 兵哥没学达不了 兵哥学了二级Q 完了 直接打出闪 冰哥说了 懂不懂我飞机的含金量 含金量 含金量 这波直接二GQ打懵了 怎么说 AW 我二级的俯冲起脸 但是 生相哥也把我二级的俯冲交出来了 那这样 兵线上 兵哥领先很多 而且兵哥带了细血 回家回家 我们细水长流 你们这电行都细水长流吧 这不行了呀 没血量了 这兵哥对这个飞机这一套 还是研究挺深的 这样兵哥可以领先一些经济 第一波回到家里 嗯 呃 兵哥觉得这个飞机推前有点太慢了 你可能上单英雄玩多了 确实 这种前面需要发育的英雄 推线肯定不能给你那么快啊 研下不补刀 现在兵哥还在疯狂跟阿斌交流 出装细节 呃 两个人讨论了半天 这个都觉得 这种比赛裸顿弓是最好的 是 主要这把又是 圣香哥就是那种 闪现的忠实拥护者 是吧 圣香哥 自己说了不带闪现 但自己老忘记 就他一定要带闪现 又来了 哎呦 直接打一套 圣香哥你打不了呢 这怎么感觉伤害差好多啊 不是 圣香哥打不六去哪了呀 打不六在手上呀 捏得比较死我们 哦 就 藏一手打不六 对 下届搜索赛在用嘛 可以 没问题 但现在雪亮有点堪忧 两边都是六级 哦 一边是五级 阿斌还没有升六 但也快了 阿斌这个车吃了就升六了 嗯 阿斌升六 回身 直接走位扭掉一个林弹 然后回身大导弹 又命中 哦呦 这个艾迪戴焦灼的大导弹 确实是有点东西 这个消耗能力太强了 现在主要 圣香哥这个位置 说实话 这个长线 可能会被兵哥追死 如果你这么压的话 待会可能找到一个机会 就要上了 兵哥这难惯着他吗 兵哥 这不上吗 来了 兵哥出动 哎呀 又是一个Q 好痛啊 这个Q 兵哥抢七截 来了 直接出动 上来要打到底了 挂点燃 飞机这个位置 被大导弹打到他两发导弹 一发 哎呦 准准准 哎呦 这波 兵哥你把刚才跟圣香哥 算了 兵哥 兵哥刚才跟圣香哥说的是 我是不是很准 圣香哥感觉没办法 太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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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准还很快 这个冲得太快了 这个瓦尔基里浮冲 感觉直接把圣香哥 一写拿完之后 这个经济要巨大领先了 哎呦 兵哥回家 我们这个solo赛啊 也是完成一次击杀之后 会给你一次这个超级回程啊 是 防止你出现杀了人 但是回家更慢的情况 也是很贴心啊 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吗 兄弟 这个装备差距 你觉得还有机会吗 我看不到你的装备啊 我们这边是不朽顿弓 加一个魔抗斗篷 点了吧 呃 点不了 这个点不了是吧 嗯 要兵哥我们打个决胜局 商量一下 呃 兵哥听不见啊 听不见听不见 这边我们戴着耳机 听不见你说话 对 这套车钱也太多了 盛强哥说 来看一下这波 上来先破一个骇骨 兵哥回身 走位 这波打得还得意 技能都打 打命中了 兵哥打回身 累了是吧 这波 但是主要现在兵哥有一个 哎 失误了盛强哥 扛下坦 兵哥有一个不朽顿弓 我有阴险的 穿兵啊 没有穿到 再一个阴险的啊 也没有穿到 再一个啊 这下中了 兵哥这边 蠢蠢欲动了 哦 摄像哥感觉想打一波 然后回家 把兵线先清了 先把我们的城装做出来 来看一下 兵哥这波咋办 哎呦 没有 没有耳道 回身打起来 对平 兵哥有不守对攻 我的妈呀 这个盾 这个盾也太厚了吧 闪剑没招出来 恭喜阿宾 拿到我们2021年 LPL全明星 SoloKey 冠军称号 恭喜阿宾啊 我们圣像哥也是 获得了亚军 随败有荣 随败有荣 呃 我们是不是要给阿宾 来一个非常简短的采访 来吧 说一下你的获胜感言 呃 算是完成了一个目标吧 毕竟去年就是 SoloKey是亚军嘛 今天拿到冠军 才行的 哦 可以突破了去年的自己 呃 圣像哥评价一下 最后一场的Solo 最后一场 熟练度差了一点 熟练度差了一点啊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主要对于 阿宾来讲 我觉得今天确实来了 就说了 是志在冠军 今天阿宾来 看出来就很自信 是的 嗯 也再一次恭喜阿宾 那当然一会儿 也请两位 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应该是有一个 颁奖的环节 是的 我们来 等一下 我们主持人的召唤 好 助手 恭喜宾选手获得了 2021 LPL全明星的 SoloKing称号 也有请宾选手来到 我们的舞台中央 恭喜宾选手 来 请到舞台中央来 首先还是要问赢了 因为去年也是 亚军比较遗憾嘛 然后今年是冠军了 觉得今年自己 表现更好的地方 在哪呢 就是玩得比较 自信一点吧 更自信了 其实一定要问一下 因为其实 刚刚SoloKing 最开始的时候 深山哥说 今天不摆就行了 但是决赛当中 是跟他对上了 碰到这么有经验的 选手的时候 你的一个内心想法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在想 会玩什么样的英雄 来打我吧 可是你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所以你们这个是 怎么个商量方式呢 第一把的话 就是盲选嘛 然后第二把 就是商量了一下 其实说实话 今年的这个 全明星Solo赛 包括我们两位解说 也站在这个台 后面一直在解说你们 然后你们呢 也一直在指导别人 或者自己上台打 在后面指指点点的感觉 更好 而自己在那打的感觉 会更好一点 那肯定是 自己打的感觉 更好一点 因为看别人玩 有时候他操作 就是看着不是很舒服 这个可能就是 教练的想法 有的时候在旁边 看的时候觉得 你这个时候 可以改进一下 是 大家都 但是非常喜欢 这样的一个解说模式 没错 那今天因为其实 相对来讲 结束的比较快 所以冰选手 有没有自己 其实还想玩的 但是没有玩到的英雄 跟大家透露一下呢 到位吧 到位也是 也是阿兵非常想玩 并且擅长的一个英雄 而且 solo的时候 也是特别强的 对吧 是 没错 那最后要问一下 因为阿兵明天 还要参加我们的正式赛吗 说实话 就是教练们 包括自己 有没有去想一些 要怎么去打 会好一些 这个目前还没有想过了 明天就是 大家再好论一下 明天也是 期待一下 明天的一个表现